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K1电视职业联赛第一赛季的现场 站在我面前的是来自天路的Savage 大家好 我是Savage Savage 你好 恭喜你们第一场比赛取得了胜利 觉得第一场比赛你们发挥得怎么样 都还行吧 可是不是想要弄得好 上面就是一开始可能打得有点拒击 然后我们调整的比赛 就是说Laina已经满意了 你觉得你们对手TFE发挥得怎么样 发挥得很出色 然后对赛前阿里克斯安排的战术其实都非常到位 你觉得跟TFE打的话 他们的教练是Alex 对他们的帮助是不是很大 Alex对你们了解也比较深 对 明显感觉到各种针对 毕竟比较了解嘛 反正就是他们打 就是感觉和其他队伍打比起来感觉比较怪 那好 接下去你们下一场对手是NU4还是H5 NU4是吧 这个对手和H5的比赛你刚才也看了 你觉得这个对手怎么样 NU4的队呢我们还算比较了解 因为有原来的两个队友 然后加上这些一起打过 他们就属于典型的西北方 然后冲击力的 然后我们很喜欢和他们比较深 K1这次比赛 之前也看到NAVI被淘汰了 你之前上两周的比赛有看吗 嗯 都有看 都有看 然后他们淘汰 可能是对这个游戏就是理解的程度不够深 然后加上同组的MI5和一藤 包括比较出色 嗯 那你觉得MI5和一藤两个队伍 上两周淘汰NAVI的时候 他们主要赢在哪些方面 就 其实赢在心态上面吧 因为这个队伍不比外比较差 只要跨开打了还是有人可以拼一下 加上就是CSR9做反NAVI 不是开始这个游戏 所以说能赢也是撑得住 嗯 好 那K1结束 这一周 下一周有EC 你们因为跟K1的时间冲突不能参加 你觉得这个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影响 影响 其实没多大影响 但是不能参加这种比赛 我们很遗憾 也对最后感到很高兴 然后下一次的训练可能就是说 避免时间的冲突吧 让双方协商什么 就能打比赛 嗯 那目前天鹿 那个平时的训练情况怎么样 国内的训练队伍多吗 还是不多 因为毕竟现在的队就是 没比赛了 他们就没他们的声音 没有比赛了就组起来打一下 然后平时训练的话 就一团和明基跟我们打 然后他们不就是休息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说是因为要参加K1嘛 就是自己玩一下 CS Online休息一下 嗯 那我看你们就是说 今年除了CS Online 那个电视职业联赛的比赛 两个赛季 接下去基联赛 可能也会有CS Online的比赛 那打多了CS Online 对你们CS 1.6比赛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会影响 因为CS Online 感觉就是说1.6比起来 就是一款高拼的一点点 所以说平时以前打过 用打过很高的拼 反正就是卡着卡着就习惯 然后打多了拼的时候 反正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接下去K1比赛结束之后呢 还有很多CS 1.6的比赛会上来 今年你们有什么参赛的计划 有没有计划去国外参加一些比赛 有计划 最近不是说 在日本要办一个亚洲杯 然后局部Hiker是因为 他要去国外打一拳赛 然后如果是直接邀请的话 可能我们会跑进去 但是要打一拳赛 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 反正就是 如果国外比赛能要求 我们就会尽可能的去 好 那目前天路战队训练比赛 还是比较多的 那你觉得现在跟国外队伍 有没有什么差距 或者是有什么不同 差距是一直都有的 因为别人是比赛代念 我们就是纯粹的就是为了比赛 而去就是 反正机会少了 自然业力也就少了 但是应该不会太大 因为毕竟交过那么多自首 就是对这些国外队伍 就了解也比较深刻 嗯 那CS Online CS 1.6 接下去呢 那个CS GO 已经确定了发布的日期 接下来 IEM 有可能也要选CS GO 这个项目 你CS GO有没有结束过 没有那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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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打过吗 没打过 据说是和CS S差不多 原来玩过CS S的 对 之前有打过 那这次K1 你们的目标锁定冠军了 Navi最大的对手也被淘汰了 那接下去你觉得 你们除了Navi 已经被淘汰了 还有最大的对手是谁 伊藤吧 伊藤 对 那MI5上一周打发挥的很好 就是反正如果我们小组第一的话 也会遇到他们 就是反正先生用伊藤吧 就是一场让来吧 尽量为你 那祝你们取得好成绩 这采访最后有什么要说的吗 嗯 谢谢SERVA的采访 也祝你们愿意 好 谢谢